今天我们要向大家展示的 是一次穿越千年的茶文化之旅 走进千年的历史长河 领略古老而优雅的宋代点茶文化艺术 文人默刻 以茶会友 以茶欲擒 将点茶当作一种艺术 一种文化 点茶更像是一种仪式 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步骤都需要技巧和专注 第一步 研磨茶粉 将团饼茶垂碎或散茶 放入石墨中磨细 过筛备用 第二步 煮水携盏 用热水温热茶盏 温润茶显 第三步 晾茶入盏 用茶匙量取适量茶粉 放入温热的茶盏中 第四步 第四步 调膏 用汤瓶少量注入热水 用茶显旋转 将茶粉与水融合 调成浓稠的膏状 第五步 注水 注水 注水点茶 通常分多次注入适当温度的水 持逐险 随汤迅速积浮 逐渐在汤面出现不同层次的磨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